比較大量排放污染源的時候,都是寬暴局下班之後 然後不會有人來檢查 或者是有時候是有人來檢查的時候,他是當時又會收斂,或是當時又會暫時停工 人一走的時候還是繼續排放 的確是像嘉明剛剛講的 因為第三方民間是沒有公信力 沒有公信力 但是我們也是希望推一個中立的主持,第三方的平行監測 像中國就有推平行監測 那個數據才不會受到政府跟六星他們自己的操控 民間最主要是缺資金 因為那些儀器真的是不可以 資金以外我們測出來人家會說你測的不準 沒有公信力 一定要有第三方 對啊,一定要有第三方公信力 因為像我就有看過公地 他們是請SGS來測 他的符學 因為建工廠一定很多公文 那他就有一台SGS檢測在那裡待面 那我是說那像六星這樣子 是不是也可以 不要買儀器 就直接請第三方提供你們報告 只是因為SGS真的是很貴 這可能比買儀器更貴 對,有可能 對啊 目前那個臨時 臨時政府其實就有做 但是他其實也是根據那個環保署的資料 但是他的資料 就算他有調過 但是其實這邊的那個也是很嚴重 PM2.5跟其他的空屋指標也是很嚴重 就是問題比較不在於說他的數據有沒有造假 反而是在於說 指向 指向突然源 對 對 就是他 這個那個日月光 那個狀況 對啊 就是他可以回避說 這個 不是我製造出來的 或者是他就說 像很多他就說大陸飆過來的或是什麼 但其實你從那個 那個圖就可以看出來是 是從六星 那如果有空的話可以觀察那個 12.5的那個中心點是這樣 他就是從六星這樣慢慢的擴大 那這樣應該很清楚這個指標 但是就是 他們 其實不會成了這件事啊 他還不吹染 對 可是如果中心點是從 濃度是他那邊最濃 那 別的地方吹染就不會有這種 主要是 主要是他們 官員跟六星之所以能夠 真言說嚇話的原因是 很多人 不知道這件事 對 最主要還是很多人不知道這件事 這只是第一波 然後知道這件事之後 還要去跟那個 憲政府 阿Q 就已經是 就是更少人會這樣做 對 然後又要他們在 組織起來一起討論說這些 污染問題要怎麼解決 這個又更可能 對阿 最主要是 最主要不是 嗯 就是現行的法規很難 對 很難指向他 現在現行的法規是說 你要來證明說這些 污染源是從我這邊排出來的 但如果你真的指出來了 他也說這個不夠嚴謹 沒有這個 沒有很 沒有 沒有經過非常嚴謹的那個科學數據證 因為他其實 其實很多 像莊比傑老師就有說 他其實 六七他是掃爆了那個空無量 18倍 掃爆了18倍 掃爆 就是他只爆十八分之一 我為什麼可以掃爆 因為他現在所有的 數據監測 一個場而已嗎 不是 自己教的 對 自我檢測阿 然後就是球員兼裁判這樣 沒有人會 自我檢測阿 沒有人會自己打 可是這是因為法規 不會允許他這樣子 對 法規就是業主自我檢測 自我管理 所以這最多問題就在立法 自我管理 然後那個稽查員是來抽查嘛 對 抽查是可以做的嘛 你可以先打電話 說我要去抽查 你公部門你不可以擾民 所以這個一定有 一定要先 而且不可以下班時間來 請政法有規定 對 那要不要幾天前通事 可是這個 法律目前是很寬鬆 就是可以給他用 所以這個 這種會是什麼法 呃 比如說 公有什麼 對 你說要擠查到他的這個 六青他自己教 這個不知道叫什麼法 你們這邊有研究嗎 法研一經 有一個是那個 應該只能走工廠 對工廠的這個 那個 我們對這個 比較沒有那麼多研究 但是我們對政府的比較多研究 就是說有一個 政府的那個資訊公開條例 就是他其實 政府是可以 可以進去集查 然後把這個公開 然後把這個公開 就是這個法 依據 最源頭的這個法 不知道是什麼 工廠管理的人 對 說從他建造哪一類型的工廠 他有相關的法 對 所以他就是自我 自我安全檢查 然後 就是他去也只是看他那些表 對 看文件的 目前就是讓那個 六青 他就說自主管理 他怎麼可能 自打嘴巴 說我這邊有汙染 我要被管理 就是求援間裁判 根本不太可能 把一些事情做的 再問一下 就是 那其他的石化工廠 也都是以自主管理方式 因為台灣也不是做六青 對就是像高雄那邊 也是大概 也是類似 但是 他 六青比較特殊的是他 因為他那個地是 國家 填海 填海著陸 然後後來賣給了 六青 對 所以他現在是 算是一個王國 你沒辦法 沒辦法 那個 隨意的進去機場 對 就是你要 要先 打 就是 環保人員到那邊之後 會被那個 警衛攔住 所以 等到他那個 要去檢查的地方 停工了 他才會讓那個 環保人員進去機場 對 目前就是有狀況 那我要先退問一下 因為 剛剛提到 我們以前有讀過 就是宜蘭縣長 他可以這樣子 對之前的水泥工廠 連續法 那他就是 等於隨時在監測 他這邊的話 其實 不管法 法律 法律 法律是怎麼樣 是不是只要縣長 或者環保指導 是不錯的 所以 建設的方式 還有 地方的方式 或者是用反方說 他們的法律 或者是說 其他的 其他的東西嗎 就是 地方手掌是最重要的 是這樣嗎 對就是 這個 雖然 呃 他是定在那邊 沒錯 但是他下面有很多詮釋空間 就是看縣長要不要 直接說 呃 這個 忽然是 圍擊到這邊 附近的那個 居民 對 他其實是可以 依照這個理由 可以直接進去 不用管警衛的燃燭 或什麼 就可以直接進去機場 對 那我想問一下 目前 我看到你們這幾個 目前主要訴求 就是 禁止石油膠燃燒跟煤的部分 嗯 這是 六清產生對於居民 影響最大的部分嗎 呃 算是 其中之一 他 就是 他也有其他 像是那個 VCN 就是綠語氣代替 也是很嚴重 但這個 PN2.5是他 影響範圍比較廣 也蠻深的 所以你們就特別 這一部分 特別去 對 就是 而且 因為 因為這個是 如果他改善這個的話 就有可能 對 本小力大 就是他 他現在有400多根煙囪 但是他只有 17根煙囪是 拿來發電 然後那個 他其實只要改善 那17根 他們改成天然氣的話 或是增加一些 那個 過濾的設備 所以 整個人忽然就會這樣 對 因為這個是像台電 他們很有經驗 對啊 當然是因為說 目前 剛剛說的就是 六星他現在 目前就是 像這個王國一樣 所以他如果只是 改善他的濾網 我們根本不知道 他到底有沒有改善 就是 或是他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要把它撤下來 我們也不知道 所以我們是 覺得說 只有從那個 因為他六星有個港口 像這個 呃 那個 欸 我指一下 就是那個 那個缺口 長方形的 最左下角 對對對對對 那個就是他的港口 以前台灣 第二大 第三大的港口 煤在煤 你在這裡是吧 對對對 進口煤來燒 對對對 就其實 經濟部 跟那個能源局 是可以在那邊 做 還有環保署 是可以在那邊做機場 對 這個是比較 唯一 目前來講 供權比較能夠介入的 就是他直接從原料來改換的話 就不用擔心說 他裡面的那個 廠區裡面 到底是不是有動什麼手掌 可是公務員真的 晚上不能去嗎 行政法規定 你不能擾名啊 不過 六星 他白天都不做了 那晚上你還叫他出門 六星應該不算名啦 對吧 他以前那個 曾定然也去拿鐵球 去敲那個 道路 其實也是看縣長要不要做 所以說 所以手掌真的是很重要 對 就是當然法律的 他定的嚴不嚴謹是一個 一個層面 但是現場要不要做 也是另外一個層面 對 可以問一下嗎 嗯 就是你說的那個 選 那他有說什麼時候公布 誰當選 嗯 他原本是說 原本是說上一週 但是 他說最快上一週啦 但是他現在 目前看起來是想要 像一拖待變這樣 是 是 然後剛剛 講到那個 靜媒也是 就是 這個是改善 一小部分 就可以 讓那個 二氧化流 減少70% 就是一個 本小力大的一個措施 對 他一個蠻主要的污染物 這邊可以下來 就是我們也是希望 培莉莉這邊的居民說 不是只有抱怨說 這邊的污染很重啊 然後 怎麼樣怎麼樣的 就是 希望大家也可以一起來 設想說 要怎麼來治療 六勤污染 就是 像剛剛講的 如果沒有提出一個具體的要求 然後那個環保局長或縣長 其實是很容易迴避這個要求 因為他很籠統 他只要說 我們 你縣長或環保局長 可能只要說 我們都有去做 例行的檢查 或者是說 我們都有 要求他要淹到管控 這樣子 但其他實事項有沒有做 大家不知道 所以我們是覺得說 要有一個 比較具體的要求 然後接下來 最主要介紹 那個 我們在這邊做的事情 所以 自從六青來了 現在工作團隊有做好嗎 喔 我們這邊有四個人 四個人 全職 對 有薪水嗎 我們就是靠這邊的居民募款 然後就是 當然是很少的薪水 那也不算薪水 是基本生活費 他說降低物質 其實這只要吃得飽就好 吃個人 對 所以松林 阿苗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是 俊凱 俊凱 前一年其實只有松林一個人 大部分時間 其他都是其他團隊在台中 對 其他有時候是 像之前辦公投的時候 比較忙的時候 來支援一下 嗯 就是禁燒十六交易門的公投 等一下會講到 就是 這邊的像 呃 等一下你們 是不是 松林他這邊 我想再問一下 就是說像那個 海淹道那些 的那個 排放物質那些數據 基本上就是 那個 環保群應該都要有 是不是